刀仔 那就玩小小東西 分享一下這個恆子魔咒 究竟什麼是恆子魔咒呢 大家都覺得 流入恆子必跌 流入恆子就糟糕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不用咬了 做個統計就知道了 2009年到今天 有47隻新納入恆新指數成分股 正式納入的表現 就是兩個星期平均跌2.86% 兩個星期平均跌2.86% 下跌機率是74% 一個月之後就平均跌少了 0.67% 下跌機率也少了 跌機率是57% 最近立委的表現 大家就會醒神一點 最近立委就這幾隻 表現都很差 除了華潤啤和新奧能源好少少之外 其他都逃不過魔咒 是甚麼原因呢 原來就發現到 宣佈立入之前 正式立入之前 市場會提前炒作 這樣也很合理 你明知道就是立入了 立入之後會有資金去追入 那我就買定司 是不是這樣呢 原來又中了統計 統計回剛剛骨折 全部就是47隻 2009年到現在 原來宣佈立入之後 他們平均是會升成6.2% 上升機率是達到77% 即是說原來市場是炒高了 整批宣佈立入股份 之後才正式立入 那怎麼會不跌呢 科子表現就更加差了 過去一兩年 每次入新科子 大家都知道甚麼了 時間關係不說太多了 直接找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就是 小鵬汽車900-600 你立日得都下跌 你贏面不是很高嗎 贏面高的時候 怎樣去操作呢 我選了小鵬 為甚麼選小鵬 又不是選理想呢 很明顯他跑輸的理想 我就會選跑輸的 還有選散活參與度 散活參與度 大家在datalouda.com 都看到了 會看到小鵬 散活參與度 是不斷上升的 股價就不斷地弱勢 這個雙湯其實20號 其實表現得很差 不過它沒有期權 我們要做一些期權 因為期權可以鎖死風險 如果只做sort call 風險就鎖死不了 就非常之大了 如果做long put的話 因為引申波幅很高的關係 贏面也很低 真的跌下去 我們的撥回報也不太高 sort call和long put 都是做淡的工具 在期權上做淡的工具 怎麼辦呢 sort call又用不到 long put又用不到 一起用 就會形成一個有保護的sort call 就是credit call spread 我們sort一個近的行使價 long一個遠的行使價 就是credit spread 如果我們做call 就是credit call spread 這個就是credit call spread的形規圖 大家如果有學過期權 都會知道 不懂期權的話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給我like 給我share 還有subscribe 多點分享留言 支持 我們就嘗試努力去做這個期權教學 操作要點 sort call long call 都要同時下單 這個要緊的了 sort call long call 比例1比1 都要緊的了 亦都要計算好 最多你可以輸多少 不輸得的 你不要做了 OK 如果你是輸得的 接受到虧損的 就可以試一下 但是你接受到是輸了 輸了整副身家 還是輸了生家的百分之一 這個你要自己衡量 但是任何的投資 都是有機會輸前的 OK 而現在這個也不是一個投資建議 最新的行使價 就要選擇現價 上下兩個行使價 譬如現在是135 大家可以選擇133.5 和137.5 去做一個credit call spread 而不闊的選擇一點 135到137.5 都可以選擇3月到期 因為我們是3月7日正式納入 兩個星期之後 差不多是期結日 差不多3月尾 那就剛剛好 我們的贏面 就會差不多最高 但是我們贏的回報 是鎖死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credit call spread 就是這樣 這個恆子魔咒 分享了恆子魔咒給大家聽 是真的有魔咒 但是為什麼有魔咒 亦都分享了給大家聽 我們怎樣利用這個魔咒 去尋找這個投機的機會 亦都分享了 我們找到一個機會之後 我們用什麼工具去把握它 亦都分享了 喜歡這個分享系列 就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多謝 拜拜